俗话说,好话一句三冬暖,恶语上人六月寒,首先要做到表情自然,情感真挚,预言清洁和气,表达意思准确得体,谈话的时候不宜大吵大嚷,可以一手势住说话,但不能比比画画,更不能用手指教别人说话,说话时,不要离对方太远,也不要太近,有人说话时,总是措沫似箭, 这是不好的习惯,也是不礼貌的行为,与人谈话时,要注意倾听别人说话,对于自己不明白的问题,不要乱说一气,对于对方谈及的不方便议论的问题,不要不满,可以主动转提话题,同样对于对方不愿回答的问题,不要逃根问题,与长辈谈话时,要多听长者说话,不要强话,更不要打断对方说话, 对于对方反感的问题,要表达建议,并立即转移话题,与人初次交往,谈话时间不宜过长,谈话内容也不宜过多,与人初次交谈,不要询问对方的履历,公司,家庭生活情况的问题,朋友之间交往,可以随便一些,威胁是可以的, 但不应过分,谈话内容要健康,不能背后议论他人,讨论问题的时候,也要掌握分寸,不能幸好开河,什么都说,更不能出言不许,伤害别人,别人谈话时,不要凑近去听,使别人谈话无法进行下去, 众人在场时,少有个别人,意乱姿势,以免冷落了别人,谈话是一门艺术,要根据场合,对象,内容等,掌握口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